书包特勤队员贺枪实弹 全部武装大阵仗 走进台北市这间商办大楼 这里名义上是游戏公司 但里头其实挂羊头卖狗肉 满满电脑和直播设备 是四海帮经营的线上赌场 一二三 他就是赌场经营者徐天地绰号三哥 美国留学回来作风洋派 是四海帮美国派的领袖 之所以被牵连 就是因为他的侄子徐全 今年四月徐全引发松山之乱 连来让徐天地建议的赌场雪茄馆被牵连 美女和官郝西京 除了扩大事业版图进军线上直播赌场 徐天地严防赌场曝光 不收现金以虚拟的泰达币当筹码 每个月结算由代理在外收取 甚至引进金融界实名认证制 KYC AML对赌客进行身家调查 你可能就是要先去了解客户是什么职业 那会有针对比如说金额比较交易比较大的 之类的 然后就可能去看说 他这个是不是有14天的弹样 检调调查徐天地的赌场一点多来不发所得超过4000万 北检一赌博妨害自由枪炮弹药等罪嫌 起诉徐全等13人 徐天地不仅金流被断 还得吐出4000万 不发所得 3DC国家长黄真如台北报道 5 5 8 9 1 8 9